迎接龙年台中乐成功也举办了婚豪赠春联活动 邀请到了书法名家肖世穷 以及立委黄活树来开笔 省下了龙行天下其乐成龙及龙行大郡 为众人祝福 而虽然是平治 还是信了不少民众排队索取 而庙城前也都处处的晒起了春联 联位十足 而大家表示 这春联有汉性妈祖的加持 能够更健康平安 书法名家肖世穷 立委黄活树共同开笔 为乐成功的挥豪赠春联活动揭开序幕 分别写下龙行天下 其乐成龙 及龙行大运的祝福此句 跟大家共勉 而即将卸任的立委黄活树 也表示将留台中 为文化及公益努力 我今天来现场也挥豪 跟大家一起祈福 希望我们未来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喜气洋洋 龙行大运 那未来我卸任立法委员之后 还是持续会从事书法的创作 回到我的本业艺术的工作 那我有一个协会 还会持续的做相亲的服务 义务的律师的服务 我们还是会跟日常一样 那我们还会多一些时间 来从事公益 慈善的工作 春节的第一个大的活动 当然接下来每天应该 这个庙城都会是爆满的 我们渐渐的把这个春节的 欢欣鼓舞的气氛来弄上来 让大家再享受春节的快乐跟喜悦 通年进入倒数 希望跟大家一起的欢喜迎春 乐险宫邀请十多位的书法名家 在现场辉豪 而虽然是平治 这个庙城依旧相当正闹 也出现了排队索取人潮 各种字体透过名家笔下 行云流水的展现 也增加手写字的魅力 就是一个很棒的传统 希望之后还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我都等于都找老师 等于都在追 几箱子就可以了 几箱子就可以了 对 每年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一幅幅的春联 有着吉祥祭祝福一寒 庙城前处处晒起春联 年贵十足 而庙方也期盼 在汉系妈祖的庇佑下 跟信众一起幸福迎龙年 这里就话台中采访到